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朋友都问我 可不可以介绍一些很tip day的屋子 今天这间屋子不是很adass 是非常tip day啦 Let's go 大家啦 但我们还没进去看之前 让我告诉你 为什么这间家很tip day 主要是因为它的 budget 等下你看到的整间家的设计 只需要15欠法币 一进门口 我的左手边就是一个洗手间啦 这几手间是 全部全部都给的 不要讲啦 我们讲的就是 这里啦 这个设计只有四把sqft 对这么小的 unit来讲 真的是可以说 麻雀最小五脏俱全 所以说这些都是靠设计的功力啦 市场上很多这种 size不到的 property unit 如果你是买来投资 不是自用的话 做一点 makeover 然后出去做 Airbnb 应该是最高的回收了 做 Airbnb 当然是有精神的啦 但是要如何特殊 那就要靠设计啦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15欠马币的 makeover设计如何啦 一进来就被这个 PREVS的蓝色主题墙 sit呢 这一区就是小礼宾 首先是记忆 这一区就是病毒的病毒的病毒 这里就是病毒的病毒 放入床 %$%%$%%%% research 可以讲是一个mini倒行宾的 一天好的 Airbnb 该有的��門它都有 不该有的 它也有 extra 给你 这叫做 贴心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15000的配套包括是什么 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包括 bar table bar chair sofar bag TV cabinet coffee table work desk ward drop 床架还有matrix set table lighting 所有的 accessories 挖 soft and finishing 还有这个枕头 讲到设计 颜色很重要 一个colourful的主题 是第一印象 也是最深刻的 再来是灯光 灯光的布局 可以赢在整个environment的目标 回顾一下之前我分享过的 Eco Declamate Over 6 Step 第一 bar chair 这间家用了15000马币 第二 Interior South 用的是简约 scandy的风 第三 颜色 蓝色和浅蓝色的处地墙 为空间增添层次感 第四 家居 为了配合scandy的风 用的家居都是白色和浅木色为主 第五 灯光 用的都是warm night 打造了温馨和relax的氛围 最后第六 就是soft finishing和decolation soft finishing 包括 创严、传单 还有化和plan 墙上的decolation item 也是一个touch up 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 这家Airbnb 可以说是 性价比蛮高 Airbnb的return 肯定比长期作业来得高 但是很多人肯定会 头痛麻烦manage 清洁打扫啦 据我所知 这家公司 收益洗是专门做Airbnb makeover 帮你manage的 一站式服务 这样做到妹妹 随时有buyer 肯定比没有装修的 卖得更容易啦 哈喽 大家如果对Airbnb makeover 还有management 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叫我下方留言 我的影片今天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就like and share啦 还有别忘记 like我的facebook 按键份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键里按理你 coe 那你就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啦 还有 别忘记 最新一期ID是杂 还有喜欢看杂志的朋友 请到数据抢过最新一期的ID in 底下杂志啦 拜拜 下个影片见